她是连帝国皇帝都敢踩在脚下的怪物公爵 可就是这么一位恐怖的存在 却十分疼爱自己的妻子 俩人也很快有了自己的宝宝 但由于住在极寒之地 妻子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为了能够顺利生下孩子 深爱着公爵的伊兹丽只能含泪离开这里 等到公爵收到消息时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魔法契约的原因 二十年之内公爵家族不得出城寻她 直到二十年后 公爵的女儿泰丽尔也已长成了大姑娘 但她因为身份卑微 惨遭交往了数年之久的妈宝男友无情抛弃 还杀人朱星般的说女孩没有自己的母亲重要 听到这的泰丽尔如遭雷击 不等妈宝男友说完 她便将奶茶倒在了她头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 待她心如死灰地回到家后 却看到了无比震惊的一幕 自己的母亲正被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死死抓住 泰丽尔疯了事地朝母亲跑去 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猛虎般的男人吼道 你想对我母亲做什么 快把手松开 听到泰丽尔喊了母亲二子 男人本想说些什么 谁知泰丽尔的母亲一把护住女儿 她是我跟别的男人生的 跟你没有丝毫关系 你若胆胆动她我绝不放过你 男人听后有些不悦 你说她不是我的女儿 那你别让她长相随我呀 听到这话泰丽尔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副官则在一旁开始助攻 利汉公爵正是小姐您的父亲 泰丽尔听后勃然大怒 你胡说 我听我母亲说她只对精力狂妄自大 还不让我母亲有孩子 句句都是大事话 副官的幸灾乐祸气的公爵牙痒痒 她一把拉开泰丽尔强有力的小手解释道 都是道听途说我以后会给你解释的 终于泰丽尔向母亲抛去询问的目光 没想到母亲突然异常激动起来 不是的泰丽尔 你父亲早就死了 公爵闻言立声打断 你当他傻吗 拉西德 母亲激动地脱口喊出了公爵的名字 这一喊让公爵十分高兴 谢谢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说完直接给母亲来了个老年公主抱 千言万语我们以后慢慢说 这拨狗粮拌饭吃的泰丽尔属实有点饱 就这样泰丽尔的身份瞬间比前男友高出了百倍 等母女二人坐上马车后 强大的老父亲直接使出超位魔法 硬生生开出一条回家的通道 把母女俩带回了自己的领地 之后泰丽尔才得知 原来父母当年仅仅只是因为一个误会才分离 纯粹就是因为一个没长嘴一个没长耳朵 而后又因为俩人刚见面时曾定下一个魔法契约 只要母亲离开领地父亲的家族二十年内不得追踪 结果母亲为了顺利生下我连夜逃出领地 完全忘了契约这件事 这才有了母亲憎恨父亲二十年未曾寻她的这一误会 当父亲等到期限结束的当天立马满世界寻妻 这才有了开头老母亲的误会 解开误会后的二人立马重归于好 每天都当着女儿的面泥歪的秀着恩爱 这让泰丽尔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公爵父亲就找到了母女 泰丽尔就这样从灰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尊贵的公爵之女 身份直接甩了妈宝男有几条街 但令她最痛苦的 莫过于自己失恋了 父母却恋爱了 还每天都当着她的面给她喂狗粮 公爵父亲告诉她自己只有泰丽尔这么一个女儿 今后自己的所有爵位与领地都会由她来继承 因此她必须拥有绝对的实力与剑术造诣 泰丽尔深知学剑术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十岁 这对于已经二十岁的她来说有些太晚 但公爵父亲却一脸幻笑 并扬言会让她三年内练出别人三百年才能达到的功力 于是泰丽尔便开始了她的地狱训练 每天不仅一睁眼就要学习政治与经济 还要被精灵陪练单方面殴打 到了下午还得学习魔法 晚上还要进行剑术温习 就连睡觉前还有测试 直到凌晨累昏过去她的一天才算结束 等到掌握了基本技能 公爵父亲又让她与骑士们对练 起初还有骑士故意放水 但被公爵父亲的一生威吓后下的立马用尽全力 泰丽尔就这样在地狱中熬过了整整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分钟 现在的她不管对方何等攻击都能轻松应对 学有所成的泰丽尔看着公爵父亲突然冒出一个疑问 您和母亲既然如此恩爱 与其折磨我这个不成器的女儿为何不努力生个弟弟 哪知公爵父亲稳如老狗地表示 你母亲身体虚弱已经不适合在生育 况且我现在已经后继有人干嘛还去冒险 没想到泰丽尔自嘲地表示自己天赋不足可能无法胜任 听到这话公爵父亲不怒自威 你竟然还有闲功夫担心着呢 他来着训练强度使我太仁慈了 从现在岂由我来亲自当你的陪练 泰丽尔文言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 自己怎么就这么多嘴呢 于是泰丽尔又过上了地狱加倍的日子 公爵父亲的残忍更让他相信了那句 父母才是真爱 而他只是个意外 训练结束后骑士怀疑他以前是否学过剑术 可泰丽尔表示以前的生活条件根本学不起 骑士听后直夸他有天赋 结果泰丽尔误以为是在夸自己挨打的天赋 紧接着授课老师告诉泰丽尔 他的各项学科都已毕业 泰丽尔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 这怎么可能 我的脑子没那么聪明 以前皇家管理测试我总是不及格 老师告诉他皇家的腐败已经不是一朝一夕 用西布拉泰斯语来描述辉煌的荣耀毫无意义 泰丽尔听后心中大惊 这道题可是最近皇城考的机密测试题 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公爵父亲有多么恐怖 离别时老师一脸欣慰地告诉泰丽尔 您其实要提升的不是学识 而是自信心 现在的您可是北方的少主 一定记住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尊贵的人 务必好好爱惜自己 这段时间能和您一起学习是我的荣幸 看着弯腰鞠躬言辞恭敬的老师 泰丽尔却傻傻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曾因为身份低位被侯爵男友嫌弃分手 哪知刚分手就遇到了前来寻亲的公爵父亲 泰丽尔的地位瞬间让男友遥不可及 被公爵父亲带回去的他 经过了长达44640分钟的地狱训练 终于完成蜕变 此时的泰丽尔已经具备了公爵继承人的资格 与此同时公爵父亲 把帝国皇帝昨夜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让他明天独自回首都 泰丽尔大惊 为什么不是您亲自回首都呢 然而公爵父亲却表示自己要与他母亲过二人世界 可怜的泰丽尔就这么被丢了出去 很快新皇登基的消息便传了过来 还送来了宴会邀请函 一想到要回首都泰丽尔立马想起那个 将他自尊心拖进泥潭的妈宝前男友 那时的前男友碰巧在他无依无靠时出现 一番甜言蜜语使得泰丽尔对他一见钟情 当得知西蒙出身后绝世家后 他也有过世俗的奢望 幻想着爱情能够战胜一切 很快西蒙便把泰丽尔带去见了家长 泰丽尔十分礼貌地与西蒙母亲问好 可没想到西蒙的母亲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巴掌 言语中尽是对泰丽尔身份的嫌弃与厌恶 骂完还不忘拿红酒泼他 并警告他不要妄想能够嫁入豪门过上好日子 面对受尽委屈的泰丽尔 西蒙竟然让他体谅下自己母亲 说完便丢下他跑去看望母亲 泰丽尔不可置信地看着远去的背影 接下来的日子只要见到西蒙的母亲泰丽尔都会被打 而西蒙永远无脑地帮着自己母亲 还因为泰丽尔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西蒙就用分手威胁他不准诋毁自己母亲 明明被打受委屈的是泰丽尔 可西蒙却一个劲地在安慰作为打人者的母亲 即便如此泰丽尔依旧天真的以为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西蒙的哥哥健壮脱下了自己的外套递给泰丽尔 他是唯一一个对泰丽尔好的人 最终西蒙还是因为他的身份提出了分手 泰丽尔这才醒悟过来 想到这泰丽尔讽刺一笑 是时候去打一下那帮人丑陋的嘴脸了 一旁的安道拉听后开启战斗状态 只要您一声令笑我会杀光他们 果然父亲的手下全是狠人 另外安道拉告诉他 自从您走后不久有人曾到您之前的住所找过您 是个二十出头的金发男子 经过跟踪发现那人最后走进了代夫里克侯爵府 泰丽尔误以为是西蒙 他应该也会参加舞会吧 安道拉一听立马拔剑 如果您不希望他参加舞会那我去挑断他的跟剑 泰丽尔赶忙劝他冷静点 就这样泰丽尔踏上了激动人心的打脸之路 不知道曾经那群嘲笑侮辱过他的人 看到他后会露出怎样的表情 当泰丽尔乘坐的马车经过接到十立马 引起百姓的惊喜 对此泰丽尔十分不解 骑士告诉他 立汉家族可是整个帝国最强大的家族 已经几十年没出现在首都了 此次的突然出现难免引起轰动 看着窗外绚丽的烟花 泰丽尔感叹着新黄登基的隆重 到达目的地后保安向他们讨邀邀请函 当看到是立汉家族的继承人后 态度立马变得恭敬无比 并一路把他们带去宴会厅 随着保安高喊立汉公爵府的小公爵大人驾到 全场宾客无不震惊地看向大门 可当他们看到出现之人竟是泰丽尔后人都少 他是连帝国皇帝都敢踩在脚下的怪物公爵 可就是这么一位恐怖的存在 竟然为了与妻子过上二人世界 直接把爵位继承给了女儿 就这样泰丽尔被迫代替父亲参加皇帝的宴会 那个曾经被男友家人嫌弃身份低微的灰姑娘 如今将以仅次于皇帝的身份霸气归来 只见泰丽尔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入宴会大厅 现场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们的表情令泰丽尔十分享受 这次没人再敢当着他的面说他的坏话 就在泰丽尔准备品一口红酒时 却发现个熟悉的背影 正是那个曾经唯一帮助过他的前男友的哥哥赛西奥 如今看到他竟让泰丽尔有些许高兴 就在这时有个男人喊住了他 男人的脸上带着震惊与不敢置信 泰丽尔见到老熟人立马友善地打着招呼 真是好久不见了谈太子爵 因为一点个人原因我改了姓氏 您过得还好吗 面对泰丽尔的问候谈太子爵只感觉脊背发凉 这时泰丽尔嘲讽道 恭喜您赌赢了 这句话听得子爵一头雾水 原来之前泰丽尔被前男友的母亲殴打时就他叫得最欢 还把施暴过程全都分享给了他的狐朋狗友 并打赌两年内他们肯定分手 殊不知这些话全都被泰丽尔听到 之前因为身份卑微他只能忍气吞声 但如今可就不一样了 泰丽尔讽刺地品着红酒夸他猜得真准 喝完后将酒杯递了过去并告诉他贺里一定会送上 子爵被吓得用双手接过酒杯 临走时安道拉还不忘用眼神警告他 等泰丽尔路过阳台时一阵吵闹声传了过来 泰丽尔好奇地推开房门 却看到一个罪汉正在对塞西奥指指点点 言语中尽是难听的话语 可塞西奥却稳如老狗般的理都不语 看着还跟以前一样的塞西奥泰丽尔思绪万千 此时的醉酒男子依旧不停地在口吐芬芳 可塞西奥却小声嘀咕了一句 跳下栏杆 就在泰丽尔好奇他为何要说这句话时 醉酒男子更加醉酒了 抬手就要打向塞西奥 就在这时安道拉一把擒住醉酒男子的猪体 哪知醉酒男人的嘴依旧喋喋不休 你又是什么东西 想替他挨打吗 安道拉却回头看向泰丽尔 随着泰丽尔摆白手表示别打蛇就好 下一秒醉酒男子被安道拉猛地拽住一领 就像托死狗一般将他拖了出去 今晚的体验可能需要他的一生来治愈 没了外人后 泰丽尔正是遇塞西奥打了声招呼 而塞西奥则慢悠悠地从怀中掏出笔合纸 并在纸上写下 谢谢您出手相助 温特斯男爵小姐 看到这泰丽尔解释自己已经不姓温特斯 现在他的名字叫泰丽尔约翰 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塞西奥听后只是淡淡一笑 并写下您看起来很开心 真是为您高兴 泰丽尔十分喜欢他这种平心静气的态度 随后泰丽尔又询问他是不是和西蒙一起来的 话刚说出口他就后悔了 因为这话听起来就像对西蒙旧情难忘一样 塞西奥也没在意 只是淡淡地写下是跟他父亲一起来的 泰丽尔心中讥讽 原来是那个把我当臭虫的大夫里可猴绝大人 这时保安突然高喊让大家安静 因为西蒙与他的新女友入场了 他曾是所有人眼中身份低微的灰姑娘 就连交往多年的男友也对他提出了分手 五年后他成了所有人高攀不起的公爵继承人 三十年河冬 末期少年穷 随着西蒙带着新女友不如宴会大厅 泰丽尔恭敬地遇塞西奥告别 这时塞西奥突然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原来是担心泰丽尔会受不了刺激 泰丽尔坏坏一笑 怎么 您是担心我会杀了西蒙吗 塞西奥听后误以为真的提醒道 他是代夫里克家族的小侯爵 杀了他你会有大麻烦的 哪知泰丽尔轻描淡写地回道 那就由您来担任下一任侯爵大人不就好了 塞西奥听后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变了 他真的变了 泰丽尔临走时自信地告诉他 现在的他已经不需要再看别人的眼色了 就在泰丽尔拉开门的瞬间 他听到了一个了不得的秘密 原来西蒙在与泰丽尔分手之前 就已经勾搭上了勒普丽尔 而纯洁的蒂娜对此并不知情 听到这的泰丽尔猛地推开房门 静直朝着嚼舌跟着贵妇走了过去 贵妇见状下的差点原地去世 只见泰丽尔轻蔑一笑 静直接无视贵妇走了过去 现在的他终于明白 所谓的两情相悦之人 因政治联姻被迫分开 其实都是把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借口 西蒙怎么都没想到泰丽尔会出现在这 而泰丽尔至始至终在西蒙那得到的 只有欺骗女人弄 西蒙无比惊恐地看着眼前 曾被自己瞧不起的女人 泰丽尔则摆弄着身上昂贵的首饰鸡粉道 这可是别的男人送我的 当然 这个别的男人自然指的是 他那坑女儿的老父亲 见西蒙与泰丽尔说话 蒂娜立马称怪道 蒙蒙 你不准跟陌生女人聊天 西蒙见状冷汗直冒 蒂娜 你刚才不是说要找阿德文吗 蒂娜文言有些生气地解释道 我哥哥说不定又喝多了 你快说这个女人是谁 当听到西蒙说是朋友后 蒂娜立马嘲讽 你骗人 蒙蒙那么自恋根本就没有朋友 这话讲得西蒙老脸一红 突然蒂娜眼前一亮 这位小姐莫非就是利汉小公爵大人 西蒙见状刚想否认 不料泰丽尔直接承认 没错 我就是泰丽尔约翰 听到这西蒙直接傻了 不等他从震惊中走出 泰丽尔又接着问道 格雷特公爵小姐 恕我冒昧 能问你个问题吗 西蒙大夫里克 是什么时候向你表白心意的 结果西蒙还没来得及阻止 纯洁的蒂娜就已经全盘托出 除了蒂娜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她脚踏两条船 看着西蒙惊慌失措的样子 泰丽尔一脸讽刺道 西蒙很清楚我为什么这么问 希望你好好问问我和她的关系 话因为洛主持人突然打断 原来是皇帝与皇后入场了 她曾是所有人眼中地位低下的灰姑娘 就连交往多年的男友 也向她提出分手 五年后她霸气归来 成了所有人高攀不起的公爵继承员 就连皇帝见了她都得笑脸相迎 对于泰丽尔能够参加宴会皇帝 显得十分高兴 面对皇帝的热情 泰丽尔礼貌地与她行李 泰丽尔利用厉汉成学的社交知识 完美地应对着皇帝 相谈甚欢的皇帝 突然提议要举办一场狩猎大赛 趁着秋高气爽大火一起去享受享受 哪知泰丽尔听后提不起半点兴趣 毕竟在北方的时候 这东西早就完腻了 这是皇帝告诉她一个有趣的事情 此次狩猎可以将猎物献给心意之人 她特别希望泰丽尔小公爵能够赏脸参赛 泰丽尔听后本想拒绝 可突然她的脑海中 跳出一个十分有趣的想法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皇帝见泰丽尔答应十分高兴 因为利汉家族能够参赛绝对精彩绝伦 不过皇帝十分好奇泰丽尔会把猎物送给谁 只见泰丽尔若有所思地摸着小脸 随后看向一旁目瞪口呆的西蒙娇声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把猎物献给戴夫里克公里 西蒙听后人都傻了 不仅全场贵宾大为震惊 就连皇帝都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个献给一个有未婚妻的人恐怕 话音未落泰丽尔笑着打乱 我说的不是西蒙 而是她的哥哥塞西奥 泰丽尔深知西蒙十分惧怕塞西奥会夺走她的一切 既然如此 那她就把恐惧变为现实 因为如今的泰丽尔已经具备这个实力 热闹的舞会很快结束 这时格里内脸色凝重地找到泰丽尔 泰丽尔看她的表情 以为她真把阳台那个醉酒男子 结果格里内说 她本来想把醉酒男 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了也 却没想到醉酒男突然朝阳台冲了过去 并且毫不犹豫纵身跳下 虽然没有当场毕命 不过骨折肯定在所难免 泰丽尔听后虽有些疑虑 但并未放在心上 自从泰丽尔在舞会上经验亮相后 便收到诸多小情书 西蒙更是不停地写信约她见面 于是泰丽尔只能威胁她 如果再给她写信 就把信直接寄到她的未婚妻家里 空闲时间泰丽尔还整理了 戴夫里克家族的大概情况 塞西奥与西蒙的矛盾 还要从20年前说起 那时的戴夫里克侯爵 在临近结婚时 突然收养了一个 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的孩子 正因为收养了这个孩子 导致侯爵的未婚妻愤怒毁婚 所以后来侯爵便与如今的侯爵夫人结了婚 可看不惯塞西奥的娘家人 便怂恿侯爵夫人除掉她 导致侯爵夫人20年间内 忧外患备受煎熬 精神也越来越不正常 作为妈宝男的西蒙 自然也开始讨厌塞西奥 但更可恨的还是西蒙背地里 对泰丽尔做的事 她曾经告诉周围的人 说自己只是把泰丽尔当做妹妹 可泰丽尔却拿她当恋人 无论她怎么拒绝都甩不掉 这话听得格里内杀一四起 小公爵大人 给我三天时间她必死无疑 泰丽尔见状赶忙让她冷静点 因为她想到了更加有趣的复仇方式 让塞西奥夺走西蒙的侯爵智慧 想必会十分有趣 不等格里内有所惊讶 泰丽尔吩咐她立马给代夫里克侯爵送封信 就说她要去见塞西奥 为了报复抛弃她的前男友 泰丽尔决定攻略前男友的哥哥 并帮助前男友哥哥夺取继承人的位置 于是泰丽尔立马让护卫给塞西奥送去约见信 令泰丽尔没想到的是塞西奥隔天就约见了她 这让格里内感叹这家伙的清闲 马车很快变到了代夫里克侯爵府 当泰丽尔被搀扶着下马车时 侯爵府的管家迎了上来 并表示非常荣幸能见到小公爵大人 泰丽尔文言语气嘲讽道 这份荣幸你可是享受过无数次吧 管家听后疑惑地抬起目光 当看清眼前之人的容貌后彻底傻眼了 这不是曾经被他们欺负的灰姑娘吗 眼见管家发呆阁里内用洪亮的嗓门吼吗 混账东西 你还要我们的小公爵大人等多久 这声狮子吼差点没把老胳膊老腿的管家送走 管家立马无比恭敬地邀请泰丽尔众人入府 曾经对泰丽尔冷嘲热讽的女巫也一改当初 低着头根本不敢正眼看她 突然管家停下脚步让泰丽尔稍等片刻 自己先去看看塞西奥准备好了没 泰丽尔文言眉头紧皱 如此不嫌不淡的称呼 完全看不出对塞西奥的一丁点关怀 看来平日里的塞西奥过得并不如意 很快管家便把泰丽尔带到塞西奥房前 当管家打开门的瞬间 泰丽尔被眼前的一幕惊艳地愣在原地 只见身穿正装的塞西奥正微笑地坐在窗边看着她 被阳光笼罩的她就像蛇意的天使一般耀眼 泰丽尔平静下来后温柔地打了声招呼 塞西奥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看着打扮帅气准备写字回画的塞西奥 泰丽尔不禁羞红了脸 今天的塞西奥还真是风度翩翩啊 想到这泰丽尔突然转头命令管家先下去 自己要跟塞西奥单独说会话 等房门关上后 泰丽尔又环顾起了四周 房间内不仅有钢琴 还有塞西奥亲自画的画 这让泰丽尔不禁感叹塞西奥的多才多艺 就在泰丽尔认真欣赏的画时 突然发现了画板后的一本画册 塞西奥见状小脸一红 激动地直接从轮椅上摔了下来 泰丽尔见状赶忙把她拂好 顺着塞西奥脸红的目光看去 泰丽尔发现画册上进化着她的肖像 她不可置信地捡起画册 她的样子被塞西奥一笔一画勾勒得栩栩如生 看得泰丽尔脸色通红 原来在她眼里自己竟然这般温柔 塞西奥十分羞愧开始写字 抱歉 如果惹您生气了还请不要介意 泰丽尔尴尬地表示自己没有生气 只是好奇塞西奥为什么要画自己 塞西奥文言脸更红了 莎莎写下一段文字拿给她看 可塞西奥却不好意思正脸看她 当泰丽尔看到本子上写着 因为您很美后愣在原地 然后俩人就跟热恋期的小情侣一样 全都害羞起来 泰丽尔赶忙表示自己给她带了个礼物 说完拿出手帕递给塞西奥 因为她借给自己的手帕望在了利汉城 于是泰丽尔就去服装店精心跳了一块 看塞西奥的表情就知道她有多喜欢了 泰丽尔也在此刻向她表面了自己真正的来意 三年前她因身份卑微被男友无情抛弃 三年后她逆袭成为帝国最尊贵的公爵继承人 为了报复曾经抛弃她的前男友 泰丽尔决定攻略前男友的哥哥一举成为嫂子 并帮助她夺取前男友侯爵继承人的位置 只见泰丽尔抬手摸向房门 并在门上施加了隔绝声音的魔法 然后走向座位告诉了塞西奥自己的目的 我听说西蒙成了小侯爵 如此一来以后她就是侯爵了 一旦西蒙当上家主 那塞西奥公子很有可能会被赶出家门 甚至丧命 看着塞西奥一副震惊的表情 泰丽尔拖着下巴玩味地告诉她 如果您能继承爵位当上侯爵的话 那么塞西奥文言脸色有些凝重 泰丽尔健壮趁热打铁直接表明来意 我想利用您为自己报仇 必要时还会调动立汉城的力量 塞西奥听后写下了自己的顾虑 就算强行掌握整个家族 元老们还是会想尽办法阻碍外部干涉的 只见泰丽尔轻蔑一笑 如果说我不是外人呢 塞西奥文言眼前一亮 泰丽尔明白她已经猜出来了 没错 我想和塞西奥公子订婚 但我们并不需要结婚 我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名分方便进入府内 我们订婚后公子就可以摆脱一直以来的压迫 从而培养出自己的势力 塞西奥文言沉默了两秒 随后便拿起笔写出她的想法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会让您等太久的 面对塞西奥的反应 泰丽尔微微一笑 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完事后泰丽尔恭敬地遇塞西奥告别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塞西奥把小本本烧掉 交代完一切后 泰丽尔满意地离开了房间 看见格里内站在门口 泰丽尔便询问她能否听见自己与塞西奥的谈话 格里内表示什么都听不见 确定魔法有效后 泰丽尔便叮嘱格里内回去的路上说 当走到楼梯口时 泰丽尔突然停住 因为这里曾是她梦到的地方 梦到瘸腿的塞西奥站了起来 并就下差点摔下楼梯的自己 虽然是梦 但泰丽尔总感觉那么的真实 以至于她十分在意这件事 三天后塞西奥便传来回信 而这一次迎接泰丽尔的是戴夫里克侯爵 泰丽尔十分平常地与她打了声招呼 随后便静止朝屋内走去 他们走后侯爵的脸色立马阴沉下来 利汉 你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另一边泰丽尔单刀直入 询问塞西奥考虑的如何 塞西奥先是感谢泰丽尔的到来 随后便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 一旦西蒙成为家主 我可能很难保命 本来我已经任命并自暴自弃 如今听了小公爵大人的提议 我还是做了这个自私的选择 我决定和小公爵大人并婚 请随便利用我并驻我登上侯爵之位 俩人就这样达成统一战线 不料一位女仆们都不挑突然闯路 慌慌张张地表示自己拿错了茶具 泰丽尔嘴上礼貌地表示没关系 心里却心知肚明 这些人为了欺负瘫痪的塞西奥 可谓煞费苦心 简直恶心透顶 结果不等他讲完女仆 便故意打翻了茶杯 滚烫的茶水直接洒在了塞西奥的腿上 泰丽尔健壮赶忙替他擦拭 可塞西奥的表情却有些古怪 当泰丽尔无意间摸到塞西奥的腿骨 使他愣住了 本来担忧的表情立马变得惊恐起来 眼见女仆还在这 泰丽尔立马怒吼着让他滚出去 等到房间只剩二人后 泰丽尔缓缓站起身子 并一脸惊恐地看向塞西奥 你明明可以走路 但为什么 要欺骗我 他本以为前男友的哥哥是个纯情温柔小白兔 如今却发现他竟是个货真价实的白切黑 只见塞西奥抬起右腿 一脸邪魅地翘着二郎腿盯着泰丽尔 泰丽尔被他腹黑的眼神冰得几倍发凉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眼前之人欺骗了多久 即便他动用利汉家的情报网 也只找到塞西奥部分情报 而且情报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塞西奥先天残疾 并且这种先天残疾是无法治愈的 那么这就表明 塞西奥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伪装了 想到这泰丽尔大声质问着他 回答我塞西奥 你能说话对吗 塞西奥文言沉默了片刻 随后嘴角微微上扬轻声道 我虽然能走路 但并不能说明我可以说话吧 泰丽尔震惊了 果然如他所料 塞西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腹黑大骗子 塞西奥感叹着利汉家族直觉的可怕 他大方承认的同时 希望泰丽尔能忘记眼前的一切 这并不为难你把小公爵大人 随着话音落下泰丽尔突然身体一震 他捂着耳朵企图隔绝塞西奥那带有魔力的话语 但巨大的痛苦令他瘫软在地 他深知塞西奥所使用的 正是第一任皇帝独有的炎灵魔法 这种魔法可以随意操控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最可怕的是还能篡改并消除记忆 但更可怕的是看视频不点赞的人将会被施以魔法 如果不想被控制就艾特的倒霉蛋或留下狗头铺体 而强大的泰丽尔则强忍巨头 使出兵系魔法进行反击 一瞬间整个屋子都被冻住 这强悍的一幕直接把塞西奥看傻了 愤怒的泰丽尔手握魔法冷声道 炎灵的确十分神奇 但你应该不只是为了让我开开眼吧 弟弟是个妈宝男风流鬼 而哥哥竟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或许炎灵能够帮你掩藏那不为人知的阴谋与秘密 但是你别忘了 我可是来自利汉家族 塞西奥文言微微一笑 看来拉西德公爵跟你讲过炎灵 泰丽尔文言当场大怒 你活腻了吗 竟敢直呼我父亲的名分 塞西奥则十分淡定地表示 既然你对炎灵有所了解 那你便应该知道我是皇族中人 哪知泰丽尔听后不为所动 不就是个流落民间的皇族吗 难不成我还得对你卑躬屈膝吗 塞西奥听完哈哈大笑 泰丽尔健壮恨不得当场送他归西 但转念一想自己确实可笑 竟然会想跟这种人订婚联手报仇 虽然忍一时风平浪静 但退一步越想越气 那天在舞会上就不该帮他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 塞西奥当时说过跳下栏杆四个字 想到这泰丽尔突然面露恐惧 因为格里内曾告诉他那个酒鬼 突然自己主动跳下了头 很明显当时的塞西奥 对那个酒鬼使用了眼灵 看着塞西奥大方地承认 泰丽尔又想起了困扰他许久的梦 那个楼梯上被塞西奥救过的梦 看着塞西奥腹黑的小表情 泰丽尔怀疑自己 一直在被塞西奥用眼灵操控的记忆 想到这他杀一四起 直接凝结出兵剑 抵在塞西奥的脖子上 现在你可以说出你的遗言了 他本是个不能说话 不能走路的纯情小暖男 结果下一秒 竟翘着个二郎腿秒变白切黑 受骗的泰丽尔抡起兵剑 便抵在塞西奥的腰子上 哪知塞西奥非但不怕 还夸赞着这件真美 泰丽尔也不多说废话 可就在他准备下手时 塞西奥突然发话 如果当时我没在楼梯上抓住你的话 你或许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泰丽尔文言心头大惊 俩人就这么对视了9640分钟后 塞西奥率先开口 我自认为我对你有救命之恩 泰丽尔听后怒骂他是个大骗子 泰丽尔隐藏身份打算以自己订婚 可他还是忘了订婚之事 是他自己先提出来的 再加上塞西奥表示 如果我对你无意的话 是不会考虑和你订婚的 面对塞西奥猝不及防的表白 泰丽尔的内心开始动摇 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他 面对如此善变的泰丽尔 塞西奥也有些无奈 而赌气的泰丽尔头 也不回得朝门口走去 临别时还不忘说些嘲讽自己的话语 你能配合我那可笑的建议 真是辛苦你了 没想到塞西奥却假装没听见 还一脸期待到 看来我只能等到狩猎大赛的那天 才能见到我的未婚妻了 看着满面春光的塞西奥 气不打一处来的泰丽尔 只丢给了他俩子 你给我闭嘴 结果当他打开门后 竟发现西蒙正堵在门口 并一脸怒意地质问 泰丽尔来着想干嘛 这奇怪的垃圾话 直接把泰丽尔给听傻了 见泰丽尔不说话 西蒙更加恼怒 我问你为什么要来见塞西奥 泰丽尔文言回头 瞧了瞧眼计满分的塞西奥 当看到他那一脸无辜的表情后 他再一次傻了 我去 你是表情管理大师吧 这变脸比翻书还快 不去做演员可真是去彩了 不过调侃归调侃 回过神来的泰丽尔对西蒙冷冷道 你在狗叫什么东西 我现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你心里没点数吗 说完便在西蒙傻眼的目光下头 也不回地潇洒离去 哪知西蒙突然拉住他急切地说道 你真的要把猎物献给这个废物吗 我想我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不如我们坐下来 不等西蒙说完泰丽尔应声打断 够了西蒙带弗里克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看着西蒙那张恶心的嘴脸 泰丽尔突然抓住他的衣领 猛地将其摁在墙上怒吼道 我如今既不是你的爱人 也不是你的朋友 我已经不再是从前内的泰丽尔了 你懂吗 不管我因为什么原因来找塞西奥 都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还有不要随便喊我的名字 西蒙文言有些恼怒 好啊 你现在找到亲生父亲 就跟我摆架走了是吗 你不过是仗着利汉家族的侍领 没了他们你一无所有 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不等西蒙说完泰丽尔 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不过是个把父亲的地位 当作个人荣耀的废物 凭你也敢叫我灰姑娘 这一巴掌直接把西蒙 删成了老年痴呆 不等他反应过来 泰丽尔便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留下他独自风中凌乱 回家的路上 格里内关切地询问事情的进展 泰丽尔只是晦气地表示谈判失败 格里内一脸疑惑 难道您不打算订婚了吗 泰丽尔只能无奈地表示肯定 这时格里内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的公爵老父亲跟母亲 打算趁着围猎大赛前来探望他 一想到那对爱撒狗粮的老夫老妻泰丽尔就无语 于是转移话题询问格里内 有没有挖到关于塞西奥的消息 可得到的答案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这不免让泰丽尔怀疑起侯爵收养塞西奥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小心谨慎 因为泰丽尔能预感到侯爵一定有个巨大阴谋 或许不久后首都将迎来一场可怕的心风血雨 你敢相信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轮椅少年 竟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切黑皇子吗 与泰丽尔分别后塞西奥变查布撕饭不相 还告诉保镖自己皇子的身份已经暴露 而且是泰丽尔摸自己大腿时被发现的 想歪的保镖听得面红耳势 这真的是我不付费就能听的吗 但令他费解的是 即便塞西奥施展了严灵魔法 也不会因为被摸摸大腿就破功了呀 塞西奥听后表情十分严肃 通过这件事让他更加清楚利害家族人的可怕 因为严灵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 保镖听后更加疑惑 难道三年前您从楼梯上使用严灵救他 他都没有一丝怀疑吗 塞西奥摸着勾巴陷入沉思 因为这才是泰丽尔的可怕之处 三年前的他还没有任何能力 可如今却已经成长到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步 保镖听后建议尽快产卒 可塞西奥却表示绝对不能招惹利害家族的人 刚刚说的话切不可再说 保镖文言赶忙道歉 很明显塞西奥对泰丽尔有着些许意思 而另一边泰丽尔收到了老父亲的来信 示意泰丽尔在自己抵达首都前一定要耐心等待 订婚知识切勿轻举妄动 面对老父亲的霸道泰丽尔早已习惯 只是他的来信跟母亲那满满当当 两页纸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其次还有一封来自塞西奥的信 信封上还写着自我的未婚妻 内容是还想再见泰丽尔一面 面对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泰丽尔毫不犹豫将信撕成两半 并嫌弃地丢入火中焚烧殆尽 很快到了围猎大赛这天 泰丽尔骑着战马皇法来到赛场 结果塞西奥冷不丁地出现拦住了他 这可把泰丽尔气得不轻 只见塞西奥拿起小笨笨写道 等到今天你都没回信 我很担心 这模样影的泰丽尔一阵吐槽 这四周连个外人都没有还那么会装 下一秒塞西奥的一句话 令泰丽尔打到疑惑 你不好奇我为何会再带富里克福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希望至少能够帮到你 泰丽尔被这句话整得一头雾水 就在这时远处想起了大赛开始的号角声 紧接着皇帝便开始了演讲比赛规则 比赛开始后所有人往山里前进 刚开始可能只会遇到一些小动物 不过越往里走 大家就越会碰到一些凶猛的野兽 请大家务必小心 还有将自己的猎物献给特殊之人 也是作为骑士的荣耀 最后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猎物 祝大家好运 随着皇帝演讲完毕 场下顿时响起无比高昂的呐喊 下一秒狩猎比赛正式开始 大部分参赛者们都选择了兔兔这种容易捕猎的目标 但也有连天上飞的也不放过了 唯独泰利尔独自一人朝丛林深处走去 作为利汉家族的成员 自然不能捕猎一些平常猎物 可就在他准备深入时 突然停下脚步 你还是自己乖乖出来吧 随着话音落下 一位身披斗篷的神秘男子从树后走出 小伙伴们猜猜他会是谁吗 这个女孩准备孤身一人前去猎杀竞技魔兽 哪只路上竟发现一个红袍男子正尾随自己 还扬言看视频不点赞的人他会特别照顾 还说如果不想被照顾 就躲进安全屋或艾特的倒霉蛋出来 当看到红袍下的人竟是西蒙后 泰莉尔的眼神立马冰冷下来 你是来送死的吗 西蒙见状赶忙解释道 我错了 但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母亲 我没有办法 虽然在跟你交往的同事还结交地那是我的不对 但你也不能去见那个家伙啊 你一定是因为生我气才故意气我的对不对 泰莉尔文言就像看一个白痴一样看着他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厌恶 请你不要误会了 我见不见西蒙跟你有关系吗 西蒙自知里亏开始支支吾吾 那 那个 我母亲说了 话音未落泰莉尔怒声打断 又是母亲又是母亲 你的母亲到底有多么了不起 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非要去当一辈子妈宝人吗 西蒙被泰莉尔骂得青筋抱起咬牙当 不准你侮辱我的母亲 就算是你我也绝不轻饶 听到这话差点没把泰莉尔逗笑 悠喝 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绝不轻饶法 不过 好像只有更厉害的一方才有这个发言权吧 西蒙被泰莉尔的威压吓得动都不敢动 而且既然西蒙主动送上了门 那泰莉尔自然不会轻易放她离开 看着快要被吓到尿裤里的西蒙 泰莉尔虽然没有杀她的打算 但也要让她吃吃生活的苦 就在这时泰莉尔身后的草里发出一响 随即传来一声甜甜的呼喊 蒙蒙你在那边吗 没想到竟然是西蒙的未婚妻蒂娜找不过来 泰莉尔见状一脸讥讽地看向西蒙 原来你还没被甩啊 蒙蒙先生 看到突然出现的蒂娜西蒙冷汗直冒 你怎么过来了 蒂娜文言立马称怪道 蒙蒙 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不是说好要给我抓兔兔吃的吗 难不成你又在吹牛偷懒 而且还是跟小公爵大人在一起 西蒙赶忙白手否认 蒂娜见状直接抬手指向一旁 那你证明给我看 从现在起一个小时内去 给我抓一百只兔兔回来 西蒙文言有些生气 不是 难道你以为我会连一百只兔兔都抓不到吗 西蒙放下狠话后 立马屁颠屁颠地跑去抓兔兔 看着眼前戏剧化的一幕 令泰丽尔属实有些活者见 可就在这时 蒂娜突然就像变了的人士的语气沉稳了 对不起立汉小公爵大人 我这个未婚夫给明天麻烦了 面对前任的小白莲 如果你是泰丽尔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粉毛少女撒娇卖萌想要吃兔兔 男友一听力马屁颠颠前去捕猎 还说一个赞抓一只 并送到安全屋请大伙吃 等西蒙走后 蒂娜终于脱下伪装 一脸恭敬地跟泰丽尔表达歉意 泰丽尔见状人都傻了 难道你之前傻白甜的形象都是装的吗 蒂娜不可否认地解释 豪门贵族家的子女怎么可能那么单纯 我只是装傻充愣假装一无所知 这样才能抓住机会 泰丽尔文言有些不解 机会 你到底想图谋些什么 蒂娜如实告诉她 其实西蒙刚开始接近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有恋人了 泰丽尔误以为这是蒂娜在向她挑衅 蒂娜则出言否认说出了真相 正好相反 我希望多少能够稍微缓解一些小公爵大人的怒火 所以在你发现之前特意前来赴京请罪 我需要在门当户队的家族中找一个不大聪明 也不受塔尼塔尔公爵掌控的男人 虽然我选错了 泰丽尔听后有些不解 那你继续装作毫不知情好好生活不就好了 蒂娜则表示自己不能一辈子都戴着面具生活 她很庆幸泰丽尔能来参加这次狩猎大赛 并十分真诚地表示 如果不是偶然遇到你 我也不会有机会提前和你谢罪 虽然你讨厌西蒙 但请你对我手下留情 就算你想让我们解除婚约我也会照做 泰丽尔听后并未生气 反而告诉她解除婚约之事自己并没兴趣 只要蒂娜以后不要找自己麻烦就行 最后还提醒她西蒙是妈宝男这件事 哪知蒂娜一脸平静地表示自己很清楚这件事 随后便转移话题询问起泰丽尔与塞西奥结婚的事 泰丽尔文言微微一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蒂娜平静地解释 因为您说要把猎物献给她 而且曾两度拜访侯爵夫 所以大家都在传你们是不是订婚了 泰丽尔听完被吓了一跳 就因为这点破事就怀疑我要订婚 这帮人是吃饱了撑的吗 想到这她一口咬定都是谣言 说完便要转身离去 蒂娜见状赶忙叫住她 小公爵大人等一下 同龄深处很危险呢 万一遇到些师会没命的 泰丽尔文言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里就是封印那种禁忌魔兽的地方 蒂娜眺望远方表示封印的地方就在那山 虽然小公爵大人剑术出众 但还是太危险了 哪知泰丽尔听后非但不怕 反而对这个怪物更加好奇了 看着渐渐远去的泰丽尔 蒂娜长呼一口气 这样我跟她的关系应该缓和了吧 泰丽尔临走时还不忘回头看了看 她想不到蒂娜到底有什么本事 竟敢独自一人留在森林里 见泰丽尔离去 蒂娜突然抬起手臂喊道 事情已经解决了 都出来吧 可过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影 就在蒂娜疑惑这群死人跑满去时 她的背后突然出现一个庞大的身影 只见一只魔狼正叼着一个士兵缓缓走向她 蒂娜发现后眼中已经充满了绝望 而另一边西蒙终于抓到了一只兔兔 也就在这时蒂娜的惨叫声传了过来 结果西蒙居然为抓到兔子悠哉地哼起了音乐 她有护卫骑士应该不用担心 而她不知道此时的蒂娜正祈求着她能来救自己 魔狼自然不会放过这盘美味 张开血盆大口就朝她咬了过去 蒂娜则在绝望中闭上了双眼 可等她再次睁开眼时 她愣住了 小伙伴们知道是谁救了蒂娜吗 这只哈士奇竟然吃着嘴里的看着锅里的 就在蒂娜以为自己将要变成一堆狼便便时 眼前的一幕令她终生难忘 没想到已经离去的泰丽尔竟然又出现在她面前 而且还是为了救她 看着泰丽尔无比帅气的英姿 蒂娜情不自禁地喊了声 小公爵大人 如果泰丽尔不是女儿生 估计蒂娜都要一身香血 对不起啊 让你身上见到血了 面对泰丽尔的关心蒂娜有些不知所措 自己明明是抢她未婚夫的情敌 可她却不计前嫌地救了我 这也让蒂娜更加坚定了 不能招惹利汉家族的决心 另一边 侯爵正与一名神秘男子 讨论着歇尸魔兽的事情 还商量着要把塞西奥 当成歇尸的第一顿美餐 神秘男摇晃着酒杯调侃起塞西奥的身世 当年那个女人对陛下续情假意 还偷偷生下了塞西奥 如果先帝陛下生前知晓此事该有多愤恨啊 原来神秘男已经派人 支开了塞西奥的贴身保镖 并把塞西奥带去了封印歇尸的地方 士兵看着咆哮连连的山顶 很明显这是歇尸即将突破封印的征兆 只见他缓缓拔出长剑 并毫不犹豫在自己手腕处割上以后 剧烈的疼痛令他眉头紧索 炽热的鲜血也从他手上快速滴落 原来他想献祭自己引出些石 并把塞西奥一并除掉 随着邪气大量涌现 一只巨大的黑影赫然出现在山顶 就连天空也因为他的出现变成了血红色 另一边抓到兔子的西蒙终于赶了回来 可当他看到满身鲜血的蒂奈与死去的魔兽 吓得当场愣在了原地 当西蒙看到远处的蒂奈正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后大惊失死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西蒙手足无措的样子 蒂奈感到一阵心寒 可是那又能怎样呢 他只有这么一条活下去的魔兽 下一秒他两眼含泪地叫了声萌萌 然后说完猛地哭进西蒙怀中大哭起来 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害怕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猛兽 西蒙见状愤怒地看向士兵 我明明安排了护卫 你们就这么办事的吗 说完拿起木棍缓缓缓走向士兵 塞西奥 泰利尔他们看不起我 竟然连你这样的东西也瞧不起我 说完便在士兵绝望的目光下 崛起木棍狠狠砸了下去 西蒙的残暴加上士兵的惨骄令蒂娜没头停止 而此时的泰利尔已经打入森林内部 数不清的魔兽被他斩离剑下 而他自己也消耗了大量体力 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停下前往山顶的走 为了利汉家族的荣耀 他必须猎杀谢氏魔兽 另一边士兵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昏了过去 塞西奥也在此刻渐渐苏醒 随着一道可怕的身影掠过天空 谢氏魔兽瞬间来到塞西奥的跟前 殊不知即将苏醒的塞西奥 竟然梦到了自己的母亲 随着一只手抓住他 梦中的母亲竟变成了泰利尔 塞西奥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下一秒竟露出诡异的笑容睁开双眼 面对传说中的禁忌魔兽 他没有一丝害怕 甚至淡定地微微一笑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吗 话音落下谢施兽 毫不犹豫张开血盆大口朝他咬去 危急时刻一把兵剑瞬间冻穿了他的身体 这只魔兽尝试第一次不穿肚兜出来觅食 吃一眼 便喜欢上了眼前帅气的男子 谁能打出这个字 我把手机吃了 于是便张开血盆大口 想把他吞入腹中 乃至下一秒一条百米长的冰剑 直接给他来了个冰镇小心肝 一人一兽同时看向月色下的身影 只见原配手握力剑怒吼道 你这头像貌丑陋的怪物还不给老娘滚 说完了狠狠地瞪了嬉皮笑脸的未婚夫一眼 脸色凝重地在手上凝结出螺旋丸 虽然不知道这个怪物 为什么会跟塞西奥在一起 但当务之急必须尽快铲住他 随着魔兽一声怒火 下一秒猛地朝泰丽尔冲了过去 泰丽尔明显没料到这头庞大的魔兽 速度竟能如此之快 但是以至此他也只能迎战 当力剑刺入魔兽体内的同时 泰丽尔也被魔兽的尾巴狠狠抽飞 力道之大直接把岩石砸出一个大洞 好在泰丽尔的身体强悍只是重伤 这也多亏了他那慈祥老父亲的魔鬼训练 而另一边丑陋的魔兽已经来到士兵身边 塞西奥看着疑情别恋的魔兽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此时一旁重伤的泰丽尔正不停咳嗽抱怨 如果不是因为坑女儿的老父亲 和硬要让他参赛的皇帝 还有愚蠢的西蒙更可恶的塞西奥 他又怎会如此辛苦 想到这泰丽尔将手摸向利剑 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 看着魔兽将地上的士兵抓起 即将塞入口中补充体力 泰丽尔明白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下一秒一把利剑从空中划过 直接给拥有绝世熔岩的魔兽整个熔 趁着魔兽元气大伤 泰丽尔抓住机会飞速靠近他 反应过来的魔兽朝泰丽尔发出怒吼 电光火石之间泰丽尔高举利剑跳向空中 不等魔兽有所反应 便狠狠将利剑刺入了他的脖子 可即便如此依旧没能解决魔兽 去死吧 随着冰冷刺骨的话语 从泰丽尔口中输出 他的利剑立马发出耀眼的白光 并在塞西奥惊讶的目光下 直接将魔兽冻成了一根老冰棍 完事后泰丽尔回头看向塞西奥 一会儿这头魔兽我得带走 所以现在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这里的烂摊子到底什么情况 看着从魔兽背上跳下的泰丽尔 塞西奥无奈地笑道 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也能预料到吧 泰丽尔文言幡然醒悟 你是说代夫里克家族的骑士把你带到这里 然后骑士为了引出魔兽选择割腕自杀 只见塞西奥长呼一口气表示肯定 他的眼神中充满杀意 但也只是转瞬即逝 看着从地上站起后的他 泰丽尔微微一愣 之前一直坐着轮椅我都没怎么注意 没想到他站起来后居然这么高 想到这泰丽尔害羞地转过了头 随后看向倒在地上的骑士疑惑了 这人到底奉了谁的命令举止竟然如此疯狂 塞西奥表示很有可能是自己也出错的 泰丽尔文言有些不解 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塞西奥听后傻傻地笑了 既然他是家主手底下的骑士一定等领高强 再说我现在的人设可是个残废 自然无法逃跑了 而且我的运气一向很好 看 你这不是来救我了吗 看着泰丽尔有些无语的表情 塞西奥突然微微一笑 为了感谢你救我 我给你看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这个男人想给未婚妻一个惊喜 下一秒他的手上发出耀眼光斑 只见骑士受的伤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 随着塞西奥微微一笑 重伤的骑士猛地咳出一口瘀血活了过来 这一幕看得泰丽尔无比震惊 看着骑士即将苏醒 塞西奥立马停下治疗 一旁的泰丽尔摸着下巴筋的亚麻呆住 虽然血迹还在 但伤口已经完全愈合 可骑士身上的血迹令他们犯了难 要是能下场大雨冲洗掉证据就好了 想到这塞西奥抬头望向天空 哪知下一秒天空云 紧接着便下起了漂泊大雨 骑士身上的血字很快被冲出 看着电闪雷尾的血 塞西奥朝泰丽尔微微一笑 随后便想再招个龙卷风出来玩玩 泰丽尔一听瞬间炸锚 快住嘴 你到底想干嘛 说罢便抬手想将塞西奥的嘴巴给捂住 哪知因为地华冲得太猛 泰丽尔一个亮枪 整个人扑通一声压在塞西奥身上 只见塞西奥突然握住泰丽尔的手 难道 我希望你能爱上我 说完便握着泰丽尔的手深情迷 泰丽尔被这猝不及防的操作准备有些傻眼 反应过来后立马抽回自己的小手目骂道 灯谱子 你这是做什么 塞西奥文言愈加温柔地看向他 真是遗憾哪 我的魔力对丽汉家族的人根本没用 泰丽尔听后恼羞成怒 别再跟我开玩笑啊 哪知塞西奥嘎嘎一笑反问泰丽尔 如果你早就知道在这里的人是我 还会过来救我吗 听到这泰丽尔的新歌登一下 随后低下头表示依然会酒 说完他赶忙转移话题指向被冰封的魔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帮我把他划开吧 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带下山 可就在这时昏迷的骑士有了动静 二人见状皆是一愣 泰丽尔率先反应过来快速跑向轮椅 然后猛地把塞西奥摁回轮椅上 整个过程行于流水无比丝滑 见塞西奥发出疑问泰丽尔赶忙做了个近身手势 下一秒骑士猛地睁开双眼 起身后无比震惊地看向自己愈合的伤亡 可当他看到凭空出现的泰丽尔 与毫发无伤的塞西奥后直接傻眼了 利汉小公爵为什么会在这 还有你怎么还活着 泰丽尔文言有些不愿 你竟敢直呼我为小公爵 你这个骑士跟西蒙一样毫无规矩 确实是戴夫里克家的风格 说完便转头看向脸复被冰封的风格 看你这么牛掰难道比这个家伙还练义 当骑士看到被冻住的冰尽魔兽后直接傻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不等他从惊恐中恢复泰丽尔接着问你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你叫什么了吗 话音刚落骑士立马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布鲁奈默奈 可当泰丽尔询问起怒后主使者是谁时 骑士突然紧闭牙口不愿多说 泰丽尔见状拿出红色小药瓶不紧不慢地问你 布鲁奈 你知道这是什么 骑士明白这是最好的模样 而泰丽尔却哄骗他说自己用这瓶药治好的 还告诉他如果戴夫里克侯爵 见你任务失败后还毫发无伤 下场会如何自然不用多说 这时骑士发现泰丽尔脚边有把笔手 他毫不犹豫扑过去想要抢我 不就是挤到伤口吗 我再重新划几刀就好了 结果下一秒就被泰丽尔轻松制服 当他还想起身继续时 泰丽尔的利剑顿时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如果你不老实交代 我自有办法直接去找侯爵 并告诉他你已经把他要杀自己儿子的事情全部招过 哪知听到这骑士赶忙下跪起去 求您了 千万不要这么做 如果让他知道我没有服从命令 他就会杀了我妻子 泰丽尔文言顿时大力 紧接着布鲁奈抓着泰丽尔的裤条祈求 他能追着自己妻子 看着为了妻子连命都不要的布鲁奈 泰丽尔还是犹豫了 小伙伴们觉得泰丽尔会帮助布鲁奈吗 这个男人为救妻子尽甘愿向一个女人下跪祈求 即便为此需要付出宝贵的生命 他也在所不惜 原来不久前侯爵想让他杀了自己儿子 却被他当场拒绝 为了让他乖乖听话 侯爵直接派人控制了他的妻子 只要他敢违抗命令 那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为了救妻子 他即便牺牲自己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听到这的泰丽尔无比震撼 他怎么都想不到侯爵竟然如此残暴 骑士还告诉他 被这样威胁的人还不止他一个 那些曾经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 这时泰丽尔询问他想不想摆脱这样的命运 骑士听后泪如雨下 他想 他做梦都想着能跟妻子过上平静安宁的生活 听后沉默了下来 虽然他为了一己私利想杀了无辜的塞西奥 但那谷子疼爱妻子的真情却难能可贵 于是泰丽尔低头询问骑士 如果我有办法救你还有你的妻子 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吗 得到肯定后泰丽尔告诫他 从现在开始我说的每句话你都仔细听好 你为了引诱魔兽打算挥刀自残 却不料魔兽被我降服 我见你行迹可疑想要追你 而你却在逃跑途中不慎掉下悬崖 现在我把这瓶魔药给你 也会保护好你的妻子 听到这一个八尺男儿感动的流下了泪水 谢谢您愿意救我和我的妻子 真是太谢谢您了 您的大恩大德我不知该如何报答 可这时泰丽尔却转头看向塞西奥 现在谢我还为时过早 毕竟性命受到威胁的人不数 而是塞西奥公子 此时应该由公子来做最终决定 看着塞西奥的面贪恋 骑士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随着天空变得阳光明媚 塞西奥默默地点了点头 骑士高兴地站起身子至血 这份恩情我将永生难忘 说完便按照泰丽尔的指示快速逃离 随后泰丽尔伸出双手微笑地看向塞西奥 快点 我来抱你 我们一起下手 这波操作直接给塞西奥整个小脸通红 你在开什么玩笑 见到塞西奥害羞泰丽尔催促的 你不会打算自己走下山吧 那样你的秘密可是会被别人发现的有 如果你觉得羞耻的话 装晕也可以吗 于是塞西奥便装晕在了泰丽尔怀中 那么现在 该是我们回去算账的时候 这是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营币 而侯爵正在此一位神秘高层商讨着令人发指的巨大阴谋 就在这时护卫突然来抱 他的一句话 令侯爵二人无比惊恐地看向乌暗 只见一道奇怪的身影正缓缓朝二人走来 而这道身影 正是抱着塞西奥归来的泰丽尔 见护卫发愣泰丽尔立马提醒他接过塞西奥 此时侯爵一脸诧异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泰丽尔则不紧不慢地回答 我也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见泰丽尔装算侯爵有些不悦 你不要给我成口舌之快 见此泰丽尔才告诉他自己是从魔兽领地救回的塞西奥 而且当时他的身边还有一个骑士 不过那个骑士看见自己后把腿就好 最终不慎摔落悬崖 并且经过确认应该是侯爵家的骑士 听到这侯爵吓得差点大响便失敬 泰丽尔想为骑士做出赔偿 结果侯爵却说不用了 甚至还把刺杀塞西奥的事情全都嫁祸给骑士 泰丽尔文言轻蔑一笑 这老家伙果然想要汽车宝帅了 就在这世侯爵故作惊讶地指着泰丽尔的衣服 话说回来你身上什么情况 怎么全都是血迹 泰丽尔则表示参加狩猎大赛不是很正常 不料一旁的塔尼塔尔公爵开始阴阳怪气 您到底抓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连丝巾都沾满了血 而且你猎杀的猎物又在哪 很显然他怀疑是泰丽尔杀了那个骑士 并想把谋害塞西奥的罪责一并嫁祸给泰丽尔 泰丽尔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图当场质问道 您的意思是我杀了骑士 然后将罪名嫁祸给他 此时的塔尼塔尔一脸讥笑地表示应该彻查此事 因为他深知泰丽尔不可能除掉山顶的禁忌魔兽 泰丽尔听后勃然大怒 我希望您知道散布谣言的后果 因为他明白这是塔尼塔尔想借机打压利涵家 哪知塔尼塔尔依旧不紧不慢地笑容 我想大家应该都想知道 小公爵为何执意要去深山 如果你抓到了只有那里才有的特殊猎物 事情则另当别论 泰丽尔文言冷笑一声 如果我真的抓到了呢 塔尼塔尔听后微微一论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可就在这时护卫再一次慌慌张张跑了回来 塔尼塔尔公爵大人 大事不好了 您最好现在出去看看 俩人一听有些傻眼 随后匆匆忙忙随着护卫来到屋外 下一秒俩人张大了嘴巴 只见传说中的禁忌魔兽同样张大了嘴 看着俩人 如果不是被冰封估计看俩人这么可爱都要流口水了 这时在后方的泰丽尔开始发话 我本想一会儿再去取她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找到了 这应该就是您说的特殊猎物吧 塔尼塔尔不敢自信地回过头 这怪物真的是你杀死的吗 这只女孩第一次光膀子出门就被人做成冰雕 看着男人兴奋的小脸 泰丽尔面露嘲讽之色 我今天本想去山顶抓些凶猛的魔兽 可没想到竟遇见了这么个家伙挑衅我 照理说这只禁忌魔兽应该是封印的才对 难不成是有人故意解除了他的封印吗 听到这侯爵二人明显开始慌乱 泰丽尔以为俩人不相信想把魔兽放出来 塔尔公爵虽然很不甘心 但怕死的他还是放起了彩虹屁 利汉小公爵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 不愧是利汉家族的未来继承人 泰丽尔听后十分满意地大步离去 他参加围猎大赛本想地捉弄下西蒙 可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成现在这样 看着正在享受虚寒问暖的塞西奥 泰丽尔就这样默默地站在一旁 塞西奥发现后朝着泰丽尔微微一笑 俩人心照不宣可心里却美滋滋的 这时格里内冷不丁地突然冒出 然后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泰丽尔一声不吭 相比之下塞西奥那边的护卫嘴巴就没停过 于是强烈的攀比星从泰丽尔心底冒出 笑眯眯地询问格里内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 结果格里内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下一秒泰丽尔彻底破防 我是问你有没有话要对我说 比如很担心我或者问我是否平安 我可是利汉家的人 这待遇跟塞西奥差得也太远了吧 于是格里内极其敷衍地问了生灵没事吧 就这样泰丽尔彻底败了 紧接着格里内便告诉他自己来这 是有急事上报 说完便拿出一封来自北方的信地给他 泰丽尔见状彻底愣住 因为回来的路上塞西奥曾告诉他不久后北方会有耐心 没想到塞西奥的话竟然是真的 泰丽尔猛地回头看向塞西奥 他严重怀疑塞西奥是不是有千里眼 但很显然这只是严灵魔法的其中一个能力 看着塞西奥慢慢远去 泰丽尔这才看向信件的内容 原来是北方遭到了袭击 一群恶徒深夜闯入城内 企图绑架泰丽尔的母亲 虽然他们并未得逞 但公爵夫人还是受了伤 所以公爵暂时无法前往首都 经侦查那些绑匪大多是北方人 不过所用招数却混杂着首都的箭短 而且这些人被捕后全都服毒自杀了 还让泰丽尔如果没什么要事尽快返回北方 看完信后的泰丽尔无比震怒 他不明白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感动公爵夫人 想到这他突然猛地回过头 正好对上同样回头看他的塞西奥 他心中暗想 塞西奥带弗里克 你知道谁是背后主谋吗 之后泰丽尔接受了皇帝的表彰 并得到了一把宝剑作为奖赏 按照约定 还把歇尸魔兽献给了塞西奥 可怜的些是魔兽就这么被当众火化 殊不知这一幕 令某人极度地咬牙切齿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男人狠心掐住自己心爱的未婚妻 就在刚刚 结束颁奖典礼后的泰丽尔 坐上了塞西奥的马车 而塞西奥似乎早有预料 随着车门扑通一声关上 泰丽尔一屁股坐在塞西奥对面 并在门上施了隔音魔法 看着塞西奥笑盈盈的表情 泰丽尔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然后从袖口中缓缓掏出笔手 羞的一下抵在了塞西奥脖子上 别给我嬉皮笑颜 再不回答我的问题 别怪我动作 你是怎么会知道 不久后北方会给我来信的 塞西奥看着信封不紧不慢地回答 这很简单 因为我能看见 说到这泰丽尔立马询问他 是谁想杀害自己母亲 塞西奥文言低下了头 塔尼塔尔公爵 塞西奥的直接令泰丽尔有些意外 这时马车外的护卫正趴在窗户上 想偷窥点什么 突然一道身影悄然出现在俩人身后 喂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滚 和里内的出现下的护卫之喊吗 而马车内的塞西奥正一本正经 讲的塔尔公爵 想要在帝国境内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野心 泰丽尔不理解为何要告诉他这些 塞西奥表示这是取得双方信任的交易条件 泰丽尔文言有些疑惑 难道你给我可靠的证据 就是为了得到想要的信息吗 哪知塞西奥立马否定 不 我不需要你付出什么代价 只要你信我就好 而我想要的 只有代夫里克家子 难道你不想要皇位吗 泰丽尔有些不解 塞西奥却表示还不到时候 泰丽尔文言这才反应过来 毕竟侯爵的阴谋已经暴露了 如果继续待在侯爵府 他很可能随时丧命 而且严林有使用限制 现如今对塞西奥来说保命才是重中之重 这是塞西奥突然眼神坚定地表示 所以就按照你之前的提议 和我订婚吧泰丽尔 只要我如愿成为代夫里克侯爵 就会和你解除婚约 泰丽尔听后微微一笑 你这是不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但我的线索不是相当可信吗 塞西奥无比自信地回到 泰丽尔也不废话 表示自己有办法帮他 说完便向格里内讨要魔法协议 塞西奥见状有些意外 没想到你竟然会随身带着这个东西 泰丽尔打开协议的同时 告诉他想反悔已经晚了 说完便让塞西奥在协议上签名 因为魔法协议是辨别谎言最有效的方法 只要塞西奥撒一句谎 便会在签名的瞬间命丧皇权 随着塞西奥自信一笑 毫不犹豫挥逼写下承诺 塞西奥来温阿诺斯 绝不加害泰丽尔厉害 契约完成的瞬间发出金光 随着塞西奥伸手说了句抱歉 下一秒猛地掐住泰丽尔的脖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泰丽尔当场愣住 而契约也在此刻爆发金光 塞西奥瞬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所镇压 泰丽尔肩壮赶忙 让塞西奥用严林说访 塞西奥强忍剧痛艰难地 使出严林救了自己 这波测试也说明了 协议能够限制严林 泰丽尔终于相信了他的话 并准备签下协议 哪知塞西奥不让他签 并笑着表示 这次交易我是获益者 而且我知道你就算不签协议 也会遵守约定 面对塞西奥的信任 泰丽尔选择恭敬不如同命 这时塞西奥突然表示 自己还有一件事 说完便在协议上又添几底 泰丽尔明白塞西奥说的都是真的 紧接着塞西奥笑眯眯问 他什么时候跟自己求婚 这猴急的行为惹得泰丽尔大发雷皮 但最后还是败给了 这个厚脸皮的家伙 他是个本不该降生的生命 却来到了这个世上 人们都说他是借助神力 才创造出来的孩子 因为他的父亲根本没有生育能力 而他的母亲莫奈克却拥有神力 评论区又出新特效了 输入长知识会出现大奶了 输入抱抱艾特你的好朋友 还会有惊喜哦 就在他许愿想要个孩子的瞬间 他便怀上了塞西奥 而他还是先皇卡特利的亲姐姐 也正因为他的神力 令先皇处处提防着他 不愿让他繁衍子嗣 就怕生下的孩子也拥有神力 从而夺走他的皇位 过分的是莫奈克竟听从了先皇的命令 打算与丈夫一起把塞西奥送走 让别人来收养他 男人甚至还把生活的艰苦 全都怪罪在塞西奥身上 而塞西奥的母亲 却冷漠地默许了这一切 在送往的途中 塞西奥兴奋地让爸爸妈妈一起看星星 结果他们却冷漠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 母亲让他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说话 还骗他只要坚持五年就会带他回家 年幼的塞西奥一脸 纯真的不解这句话的意思 很快马车便驶入一家庄园内 而这里正是侯爵的府邸 当时塞西奥才四岁 根本无法接受当时的情况 虽然感到痛苦万分 但他还是遵守了和母亲的约定 他用尽全力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本以为只要这样母亲就会改变心意 可母亲甚至到最后都没有给塞西奥一个温暖的眼神 而侯爵表示想让他收养塞西奥 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 那就是挑断塞西奥的脚筋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控制塞西奥 对此塞西奥的母亲选择了默认 曾经母亲对塞西奥温柔多情爱护有加 可自从母亲开始出入皇宫后就变了 甚至离开时都不愿多看塞西奥一眼 即便面对如此冷漠的母亲 塞西奥依旧坚守着与母亲的约定 不管多害怕 多无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 只是绝望地看着缓缓远去的母亲与父亲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先皇卡特利 就这样带傅里克侯爵挑断了塞西奥的脚筋 从此便在侯爵府开始新的生活 指责 轻蔑 嘲笑 玩弄 成了他生活的日常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忌惮他神力的先皇所赐 那时的塞西奥发誓必定会让先皇付出代价 直到某一天他被告知 先皇卡特利被暗杀 一瞬间他活着的意义烟消云散 他不知道以后该依靠什么活着 可就在他迷茫之时 泰丽尔带着对西蒙的仇恨 找到他想利用他报仇 也正是因为泰丽尔的提议激起了他的兴趣 反正自己的报仇计划已经泡汤 不如就陪他一起复仇 毕竟除此之外 他已经没有其他活着的理由了 当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白菜被猪拱了后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就在泰丽尔享受着难得的懒叫时 格里内刷的一下拉开窗帘 这种被迫起床的感觉 想必小伙伴们一定有过亲身体会 就比如泰丽尔一样 立马躲进被子里死活不起 随着格里内告诉他 今天有重要客人求见 泰丽尔这才偷偷钻出被窝 可当他看到格里内背后站着的身影后 被吓得猛地从床上弹起 因为他慈爱的老父亲来了 看着一副慵懒样子的泰丽尔 老父亲不由地开始吐槽起来 这才几天没见你真是越来越懒了 看来得给你安排些康复训练了 泰丽尔文言清津暴起 您知道我这些天都是怎么过的吗 竟然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看着老父亲还想当键盘侠 泰丽尔赶忙打断询问自己母亲的状况 哪知一提到母亲老父亲立马来的精神 并表示他也跟来了 正在休息 果然父母才是真爱 而孩子只是意外 片刻后老父亲终于表明了此次的来意 他已经确切收到了 北方有一伙谋反者的消息 而且正是这帮人想要绑架泰丽尔的母亲 想到这他突然话风一转 对了女儿 本来我派你过来只想让你露个脸 可我怎么听说你马上就要跟一个奇怪的家伙订婚了 而且今天还要跟他求婚 更重要的是 他还是代夫里克家的人 那种家伙压根就没有资格成为利汉家的女婿 看着老父亲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泰丽尔赶忙将自己与塞西奥之间的交易 还有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全都告诉了他 当老父亲听完后却陷入沉思 一个曾经的皇子竟然只想要去去侯爵举位 这让他不免有些怀疑 不过既然宝贝女儿没什么意见 那他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而且为了这个未来的姑爷能在侯爵府站稳脚跟 还给泰丽尔提了一个套路满满的建议 这让泰丽尔都有些不好意思 隔天他便坐着马车前往侯爵府求婚 路上他拿出了之前筹备订婚计划的戒指 还问格里内有没有带玻璃瓶 哪知格里内二话不说拿出一瓶装满腐蚀性毒药的玻璃瓶 这让泰丽尔大跌眼镜 你怎么随身携带这么危险的东西 不过说归说 他还是接过了玻璃� 格里内还是忍不住好奇 询问他打算用玻璃瓶做什么 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泰丽尔只告诉他自己要用一个玻璃瓶 创造一个奇迹 你知道有个连皇帝都害怕的怪物老爹有多少吗 就连曾经看到泰丽尔就要扇他的侯爵夫人 如今再见时却被吓得瑟瑟发抖 欺软怕因这个词被侯爵夫人表现得淋漓尽致 看着强装镇定的侯爵夫人令泰丽尔微微一笑 就在他想继续斗斗时 侯爵突然打断 并让泰丽尔以后不要再来找塞西奥 泰丽尔对此表示疑惑 可侯爵却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塞西奥好 泰丽尔文言冷冷一笑 我觉得侯爵大人没资格这么说 因为当事人已经答应跟我订婚了 此话一出侯爵当场大惊 急忙转身询问塞西奥真相 当看到塞西奥默默点头后 侯爵夫人也傻眼了 而泰丽尔则不紧不慢地表示自己今天就是来求婚的 哪知侯爵当场大怒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路都不能走的塞西奥如何能跟你结婚 话音刚落只见塞西奥拿出神仙药剂放在桌上 我今天就要给你创造一个奇迹 殊不知在刚刚来的路上 泰丽尔已经将瓶里的毒药倒了个金光 然后拿起一瓶老夫山泉 将其来了的偷天换日 他想用水来给侯爵夫妇一个大大的惊喜 而那个惊喜就是让塞西奥重新站起来 侯爵夫妇听后显然有些不幸 见俩人被唬 塞西奥墙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这一幕看得泰丽尔心中暴怒 你压得可千万别笑出来 这是侯爵一本正经的 让泰丽尔再念一遍药水的名字 随着瓶带砰的一声打开 泰丽尔告诉他这瓶仙叶叫老夫山泉有点甜 是一位住在北方雪山上的高人毕生所致 说完便拿着药瓶缓缓走向塞西奥 并蹲下身子准备给他治腿 治疗前还让侯爵夫妇回避一下 侯爵虽有些不幸 但迫于泰丽尔的背景还是乖乖出了门 随着俩人离开 泰丽尔立马在房门上施了隔绝魔法 现在没人偷听了 你可以开口说话了 一会我把水涂抹在你的脚踝上 这样你以后就能放心站起来走路了 毕竟要想成为侯爵缺陷自然是越少越好 说罢泰丽尔便开始挽起塞西奥的裤腿 并让他不用再装下去了 看着为自己忙前忙后的泰丽尔 塞西奥露出了无比甜蜜的笑容 可这个笑容在泰丽尔看来 却令他莫名火大 因为塞西奥在嘲笑泰丽尔临时给药水起的名字 泰丽尔看他那么高兴也没在意 反而起身准备给他个小惊喜 只见泰丽尔缓缓蹲下身子 然后将早已准备的戒指地给塞西奥 敢问在座的男同胞们羡慕了没 塞西奥则毫不客气地伸出小手 当戒指戴上了刹那 塞西奥扶着轮子缓缓站起 然后一把拉住泰丽尔的小手 与他跳上了一支优美的舞蹈 并利用严林魔法创造出魔法阵 顷刻间花瓣飘落 芳香四溢 俩人的感情也更近了一步 紧接着泰丽尔便拿起老夫山拳准备继续演戏 毕竟演戏得演全套才行 涂抹中泰丽尔告诉他等惊喜派对结束后 需要他做一件事 塞西奥温柔地询问什么事 当听到要跟泰丽尔回去见老丈人后 塞西奥整个人都傻了 泰丽尔则告诉他自己父母已经来到首都 而且点名要见见他 塞西奥听后却沉默了下来 泰丽尔也感觉有些急了 毕竟他们还没正式订婚 现在就让他去立汉府的话 肯定会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泰丽尔笑着表示 只是跟自己父亲见个面 就在塞西奥想要开口回答时 侯爵夫人突然破门而入 可眼前的一幕直接令他傻了眼 就在泰丽尔与塞西奥感情迅速升温时 侯爵夫人突然破门而入 可下一秒他傻眼了 明明被自己挑断脚筋的塞西奥竟真的站了起来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猛地冲上前抓住塞西奥的衣领发疯似的喊道 你怎么站起来了呀 我明明已经确认过你永远无法走路了 听到这泰丽尔不禁暗暗嘲讽 刚刚还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 想到这他想要上前阻止这个疯婆娘 可侯爵夫人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 就连自己亲手把塞西奥推下楼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本想上前的泰丽尔顿时瞳孔收缩愣在原地 一时间他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反应过来后赶忙拉开侯菊夫人让他冷静 哪知失了痣的侯菊夫人依旧在破口大骂 为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要阻碍西蒙的前朝 像你这样的家伙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 说完他用尽全力企图挣脱泰丽尔的束缚 结果因为用力过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痛苦地抱着脑袋不停低语 你不能这样 不然我的母亲又会 说着说着他一把抓起玻璃杯 猛地砸在桌上将其弄碎 然后颤抖地拿着碎片轻声道 塞西奥 你不是一个不能走路的孩子吗 妈妈这就让你变回原来的模样 我会把你的脚筋重新挑断 乖 一点都不痛哦 快过来 就在这时泰丽尔一把抓住侯爵夫人的手怒之道 你注意点分寸吧 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侯爵夫人顿时大吉 你快给我放手 我要让一切重回正轨 泰丽尔听后显然有些不耐烦 一把夺过碎片摔落在地 并指责着侯爵夫人的愚蠢行为 可下一秒他却成了侯爵夫人的目标 朝着泰丽尔咆哮起来 我曾经那么相信你 相信你会爱西蒙一辈子 说完羊起手就要打下去 哪知泰丽尔竟默默地闭上眼 随着一声响亮的巴掌声 塞西奥竟代替泰丽尔接下了这一巴掌 看着塞西奥脸上的伤痕 泰丽尔大惊失色 而侯爵夫人却在一旁嘲笑起来 哎呀 突然哭了起来 然后无力地跪倒在地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西蒙带着愤怒冲了进来 混蛋 你们对我的母亲做了什么 泰丽尔见状伸之头疼了 而西蒙第一时间跑去安慰了母亲 同时她也发现了一旁站着的塞西奥 看着曾经坐在轮椅上的人 竟比自己还要高大 西蒙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这时侯爵夫人站起身喊着西蒙 西蒙这才发现自己母亲的手受了伤 就在她想要对塞西奥动手时 泰丽尔一声大喝打断了她 并警告她离自己未婚夫远一点 听到曾经的未婚妻说出这话 西蒙气得差点把头发染成绿的 泰丽尔则挽住塞西奥的胳膊放出狠话 我们是不是该谈谈你母亲想要打我的事 她不仅打了保护我的未婚夫 还砸碎杯子威胁我们 甚至还把这一切的罪责都怪在我未婚夫身上 难道你们想要挑衅利汉家族吗 为了保护自己的未婚夫 泰丽尔不惜搬出自己的家族作为威慑 西蒙文言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 泰丽尔更是扬言只要母子二人 立刻从她眼前消失便既往不救 可骂宝男西蒙又岂会善罢甘休 于是泰丽尔也不再过多废话 叫来格里妹的同时 以利汉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向西蒙的家族提出抗议 侯爵夫人见状赶忙一把护住西蒙 她以为泰丽尔之所以会这样诠释 因为当初她反对两人在一起 于是她一把搭在泰丽尔的肩上 表示自己不再反对 因为现在的泰丽尔已经是利汉小公爵 身份比任何人都尊贵 完全可以帮助西蒙 对于侯爵夫人恶心的嘴脸泰丽尔无比厌恶 随着侯爵一声怒吼 拉扯的二人这才停了下来 只见侯爵带着一众骑士赶过来 可当她看到站在一旁的赛西奥后 整个人如遭雷击 泰丽尔对她的反应也是早有预料 并面露严肃地让她道歉 侯爵文言有些不紧 于是泰丽尔便把侯爵夫人 你也说过会体谅我的母亲的 泰丽尔文言冷声道 泰丽尔文特斯确实这么说过 可泰丽尔利汉却不这么想 西蒙听后明显一愣 见泰丽尔不好欺负于是将矛头指向塞西奥 反正挨打的是塞西奥这个家伙 这是有必要道歉吗 对于这种妈宝垃圾男泰丽尔终于忍无可忍路之道 如果你不能亲自跪求原谅那就给我闭嘴 见西蒙还想多说 侯爵力马让他闭嘴 并亲自向泰丽尔低头道歉 事已至此西蒙只好忍气吞声 见人全部到齐泰丽尔便跟大家宣布了一件事 那便是要带着塞西奥去利汉府住一段时间 哪知侯爵听后当场反对 并表示还没结婚就带回家简直荒唐 可当泰丽尔说出是自己父亲想见识 侯爵的表情立马变得惊恐无比 就这样泰丽尔拉着塞西奥大摇大摆的大步离去 留下了还没走出恐惧的侯爵一人 透过侯爵的神情 泰丽尔再次体会到了自己老父亲的强大实力 回家的路上 泰丽尔询问塞西奥为何不用严灵魔法给自己疗伤 塞西奥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有些累了 于是泰丽尔便打开箱子翻找起来 便将药水滴在手上便让塞西奥把脸凑过来 刚开始塞西奥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又有哪个男人能顶住温柔体贴的女孩呢 看着眼前细心为自己擦拭伤口的女孩 塞西奥的内心也跟着渐渐融化 难道这就是被妇婆爱着的幸福安全感 你见过久别重逢的妇女一见面就互掐的吗 毕竟多日 泰丽尔终于带着塞西奥来到父母住所 母亲更是心疼地摸着她的脸嘘寒问暖 泰丽尔同样关心着母亲的身体 毕竟上次袭击公爵夫人受了重伤 不过能看到自己母亲平安无视泰丽尔也就放心了 这时宠妻狂魔的公爵父亲突然指责起泰丽尔 什么放心了 你不知道你母亲精神上也备受打击了吗 母亲健壮立马训斥老爹 你跟孩子好好说话 是是是 你说什么我都听 紧接着公爵便对泰丽尔说了一堆违心的话 这副宠妻的嘴脸气的泰丽尔清金暴起 公爵父亲这时告诉她一个重要的事情 泰丽尔本想问问 可还没等她开口公爵父亲便让她进屋再说 泰丽尔看了一眼身后的塞西奥 胆忙喊听父母 开始介绍 只见公爵父亲面露胸向的紧紧盯着塞西奥 见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公爵父亲打消了为难她的想法 毕竟自己可不想看她费心费力的写字 随后便转身吩咐二人一起进屋 当三人就位后 泰丽尔率先询问到底是什么事 下一秒公爵父亲告诉她 其实 她的母亲被习时还中了诅咒 泰丽尔文言大为震惊 公爵父亲接着告诉她 那伙人绑架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诅咒 但诅咒是一种效率极低的魔法 通常对一个目标成功施法需要至少五年时间 很显然那伙人很早之前就盯上了泰丽尔的母亲 听到这泰丽尔有些疑惑 之前母亲离开丽汉家族很长一段时间 为何不在那时对母亲动手 反而要到现在去用诅咒 原来当初公爵夫人离开时 公爵便派了护卫骑士守护 因为魔法协议不准丽汉族人追踪 所以公爵便派了不属于丽汉家族的护卫 公爵父亲告诉她 曾有人给她送过一封书信 信上写着如果想救妻子 就在信中的魔法协议上签名 而魔法协议便是让公爵不得插手首都市义 血城之外其他领地归还皇室 还要自行降级为伯爵 这霸王协议明显就是想断了丽汉家族的语意 就在公爵读完信上的内容后 妻子的身上就出现了诅咒印记 紧接着开始浑身发烫 状态越来越差 泰丽尔听后立马想到了塔尼塔尔公爵 因为只有他一直觊觎着丽汉家族的一切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诅咒只持续了几秒就消失了 这话令泰丽尔大吃一惊 如果不是施法者自行撤回魔法 或者被诅咒之人拥有超强神力的话 诅咒是无法消除的 说到这泰丽尔突然一论 很明显公爵父亲看出了他的发现 转头看向塞西奥问道 这一切都是你的伎俩吗 见塞西奥不吭声 公爵父亲直接拆穿了他 别装了 我知道你会说话 没想到塞西奥直接承认 就是自己使用严林魔法治愈了公爵夫人 面对连帝国皇帝都害怕的怪物公爵 塞西奥不仅毫不畏惧 还大方地承认 就是自己用严林魔法治愈的公爵夫人 立汉公爵听后眼神嘲讽地看向他 怎么样 成为立汉家族的恩人 感觉如何 我猜 这应该不会是你故意想让立汉 欠你人情而设的陷阱吧 泰丽尔文言惊讶地愣在原地 塞西奥则低下头表示自己无话可说 随着话音落下 立汉公爵猛地站起身子冷声道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最好还是说点什么 塞西奥表示 仅仅只是因为泰丽尔救了他 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易 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救公爵夫人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只是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真是巧舌如簧 随着话音落下 立汉公爵直接拔出立剑指向塞西奥 好小子 你应该知道在我面前装算会有什么下场 泰丽尔见状想要阻止 可公爵父亲已经怒伤心头 灰剑就要砍下塞西奥的脑袋 没想到下一秒 塞西奥竟然默默闭上了双眼 随着扑斥一声立剑砍下 吓得泰丽尔不禁捂住了嘴巴 万万没想到立汉公爵竟然没下杀手 反而欣赏起了塞西奥的胆识 紧接着便缓缓收起利剑 并警告塞西奥如果想少花招的话 那么下一件会毫不留情让他脑袋搬家 恐吓完后还笑眯眯地询问塞西奥是不是自己的敌人 只见塞西奥突然害羞 随后笑眯眯地告诉公爵 自己曾受泰丽尔多次相助 又怎么会是立汉家族的敌人呢 很显然公爵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 好小子 暂且信你一回 见没出大事泰丽尔这才松了口气 等公爵父亲走后泰丽尔便安慰起塞西奥 吓了你一跳吧 殊不知塞西奥对此早有预料 就在这时塞西奥突然伸手轻抚泰丽尔的一缕秀法 然后拿到嘴边猛轻一大口 这猝不及防的一目整得泰丽尔一脸惊恶 这个鸡毛做出这种行为 还好意思说自己从没谈过恋爱 这话连路边的哈士奇都不相信 而另一边皇城内 塔尼塔尔公爵正在大发雷霆 我明明在他身上成怪下的诅咒 而且安插在利汉家族的眼线也已确认过 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诅咒会瞬间消失 辛苦筹备多年的计划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破灭 如今能使用诅咒魔法的只剩俩人 而他正在筹备一场更大的阴谋 如今差不多到了最后关头 只要完成这个最顶级的诅咒 利汉家族便会彻底覆灭 这样一来帝国将没人再能妨碍他 而他则会操控傀儡皇帝 控制整个帝国 他既是皇帝也是圣女 是掌握整个帝国权力与神力的天之骄女 同样也是唯一一个最接近神的人类 他福泽万民 时时刻刻庇佑着百姓的生活 当大汉来临农田干涸 他会通过神力创造奇迹 仅需一句话便能呼风唤雨 无私地为百姓们倾尽所有 全知是说他无所不知的能力与千里眼 而全能则是说他的本领比眼灵 泰里尔听到这终于明白了 塞西奥为何能使用颜灵 因为塞西奥正式继承了皇族血统 但是运气这种事情谁都解释不清楚 如果塞西奥真的运气好 也就不会寄人灵下 但塞西奥并不这么想 因为他觉得能遇到泰里尔 就是他最大的性命 这可把泰里尔撩得小脸通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称怪 他又在胡言乱语了 可就在这时塞西奥突然晕倒在地 面露憔悴的他看上去十分痛苦 经过检查发现 塞西奥是因为颜灵用的太多 导致身体透支才昏了不去 只要休息几天就会好起来了 泰里尔这才明白 原来颜灵真的对身体有害 而所谓的神力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临走十个里内告诉泰里尔公爵 让他去办公室一趟 还说不是什么急事 但是很想尽快跟泰里尔谈谈 泰里尔听后有些无语 这老父亲的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就在泰里尔抱怨时 塞西奥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如果我继续使用颜灵后果 肯定不是晕倒这么简单 泰里尔文言转身看去 你醒了 你刚刚说继续使用颜灵会如何 难道要躺在床上三个月吗 塞西奥连连否认 昏迷只是小事 严重的话很有可能会失明 并且丧失语言能力 泰里尔文言吓得急忙捂住嘴巴 但看到塞西奥那副笑咪咪的嘴脸后 直接无语了 你压得是不是又在骗我 哪知塞西奥不要避连地 让泰里尔要对他负责 听到这话的泰里尔直接傻了 随后警告他别老说些有的没的 想要什么直说就行 只见塞西奥摸着下巴陷入沉思 不久前公爵曾找过泰里尔谈话 询问他 塞西奥救了伊兹利后 有没有提什么要求 泰里尔文言有些尴尬道 提示提了一个要求 他仅仅只是 要了一碟无花果蛋奶素 公爵听后一脸震惊 解除诅咒的报酬就只是一碟蛋糕吗 得到泰里尔肯定后公爵陷入沉思 他实在有些摸不透这家伙的心思 随后立汉公爵询问泰里尔 打算如何向塔尼塔尔报仇 泰里尔文言先是一愣 紧接着询问父亲为何不亲自动手 父亲告诉他自己当然想动手 甚至巴不得现在就冲过去 将那个家伙碎尸万端 可他一旦离开 立汉的行政体系就会大乱 威严也会受到影响 毕竟他等了20年才找回的妻子 不能为了一时之快而犯下大错 听到这泰里尔提议 直接断了塔尼塔尔的资金链 公爵则表示塔尼塔尔 已经掌握了首都市权 在金钱方面 立汉家族还无法与他抗衡 泰里尔文言立马吐槽起来 您不会是在母亲离开的这些年 亡无丧志 把所有钱都花光了吧 被猜中的公爵尴尬地赶忙转移话题 可可 反正资本战争还是免了 这次计划 由你 亲自去把塔尼塔尔给我抓来 隔天泰里尔便带着老父亲的嘱托 到达了首都的大神殿 而今天正好是收获节 是所有人在神殿举行感恩祈祷的日子 泰里尔戏谑地让塞西奥先下车吸引火力 塞西奥也是乐意之志 随着塞西奥缓缓走下马车 周围立马传来阵阵嘈杂的讨论声 这不是戴富里克家的长子吗 怎么回事 他不是不能走路吗 面对周围的嘈杂 塞西奥十分绅士地向泰里尔伸出大腿 泰里尔害羞地伸出手回应了他 俩人便在周围喧闹的讨论中 缓缓步入大殿 殊不知大神官早已在此等候二人 泰里尔礼貌地与大神光打了个招呼 当他想要介绍一旁的塞西奥时 神官却打断了他 我知道 他是塞西奥代夫里克公子 泰里尔对此有些意外 看到我的未婚夫能够走路 您就一点都不吃惊吗 说完泰里尔才察觉自己这声未婚夫喊得有点早 但是神官并不介意 反而表示俩人成婚指日可待 并提前送上自己的祝福 随后告诉泰里尔自己还有个疑问 塞西奥代夫里克公子的腿是如何痊愈的 泰里尔表示有神的庇佑 神官听后并未过多追问 与此同时泰里尔也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说完格里内便抱着个宝箱缓缓走来 神官见状微微一愣 只见宝箱中装满了大金砖 泰里尔表示这些是利汉府对大神殿的小小诚意 神官看后眼睛都直了 随后塞西奥便进入神殿凝视着神像 泰里尔见状看向神官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 让公子安静地祈祷吧 随着大门关上 神殿内只剩下了塞西奥独自一人 塞西奥看着神像问出了多年来藏在心底的疑问 您为什么要给我严灵的力量 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上 卡特利是我活下去的目标 可您为何又要夺走他的生命 我因严灵孕育而生 获得了无上的力量 但我从未奢望得到这种力量 我的人生因严灵而毁灭 平生的报仇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这种力量只有神一样的存在才能使用 所以我必须时刻保持善良 我很想马上摆脱这如同诅咒般的能力 可是在我登上皇位之前我还离不开他 所以在那之前我只能装出一副善良的面孔 即便如此我还是心疼感激 泰丽尔利汉 我原本只想帮他报仇 可现在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但是 我对他的感情也没有那么深 等到塞西奥出来后 神官再次恭喜二人订婚 并送上真挚的祝福 泰丽尔感谢着神官 心中暗自窃喜 如今就连大神官都亲自为我们祈福 但富里克侯爵在想拒绝我们的婚事可就难了 就在这时一名骑士高声大喊 随着一声骑士团团长驾到 一位白发女子缓缓步入广场 并来到泰丽尔二人面前 我可以占用你一点时间吗